那么我们这个 命令的话都放在这个cmd.c里面去 实现在这 我们把这个也拷的拷过来 然后同样的这个需要有一个图文件 啊稍微点错了 图文件 cmd.h 我们也把它放到我们自己的这个 然后我们再 refresh一下稍息 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个cmd 这个呢 我之前写的这个 通用的这个程序框架 那么他有一个 menu也就是显示菜单就是这个系统里面能改什么这些成绩变量的动作 还有就是后面这些 每一个命令呢 他都是 一个命令函数的 这是g00 这是零号命令 然后g1g2 一直到g 后面有很多 这个可以根据我们的喜好随意添加你要多少有多少 然后呢这里面有个特别注意的地方就是在这个cmd.h里面 他会定义这些函数 然后 有个很重要的是 这有个函数指针 你上海所有的命令最终都要放在这个函数指针列表里面 那么我输入0的时候这边就执行0号命令 我输入45的时候就执行45 这是一个查表的方式 函数指针查表这种方式呢 接码起来非常快速 这也是对于我们这个呛数系统这个 这种时间敏感型的这个控制 给出一种解决方案 好我们现在再编译一下 买encoder.h就是我原来电机编码的时候 引用了一个投文件 暂时用不到把它插掉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嗯 motor pid.hok 又引用了一个不存在的东西 这是马达pid的控制 我没把它阻止掉 哎呀 这想编译通过一个之前的工程 还真是麻烦的 好我们大概看一下 这个又出现什么 ok 这里面应该是有一些 变量我没有定义 直接从以前的里面 把这个全力量丢过来吧 不然的话 不然的话它编译不过去啊 原来的工程里面用的东西比较多 这边我就直接把它 交配过来 就这一串 然后看到的这些全都是这个 全力量 嗯 直接把它 透过来 嗯 然后我们编译一下看 嗯 undefined ok 我想起来了 这个里边呢 要 呃 添加我们使用的这个 因为我们是宽数时间 这个宽数里面用了一些 库里面的 程序 所以我们要把这个库给丢进来 同样的这个我们要用的这个 学同事里面加吧 sauce里面我们添加一个文件 new file 我们上一节课说了那个 他虽然存在于这个 sysm这个sauce里面 但是他并没有引用到这个 呃 makefile里面去 所以我们直接就 添加一个已存在的文件 不新建了 然后link to the file system 我们直接找到我们自己的这个 sysm sauce 这里面我们要用的就是这个 sysm 加进去 然后再有是这个我们 用定识器的时候那个 开门用的也是 啊 团数 所以我们 写的时候也是一样呢 把这个 定识器相关的这个空函数 包进来 还没得次 然后这样 好刷新一下 然后再编一面 嗯 还是有个错 这个 target 啊 这是我原来我做电机 速度控制的时候定义的一个 全球变量 就目标速度 OK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可以编译过了 再不过我就要疯了 所以那我们整个这个工程呢就编译完成了 那么我们也大概可以看一眼这个呢实际相当于是 主传域里面定义的一些成绩别量通通可以通过创口去改 我们创口改的时候呢 接收中断接收到放到这个缓存里边 缓存同学你到哪去了 OK在这 接收缓存 接收缓存的定讯器到时间之后呢 就周期性的去调度这个缓存然后去解码 解码的程序呢 比较简单 看一下 那就是这样的 然后 这个 从这个buffer的 前两个字节去判断他是多少号命令然后呢 从这个含数指针去 调用这个命令去执行 这个整个过程就到这里 啊 我们这个讲的比较快因为时间关系 这个代码呢回去之后大家还是要仔细看看 了解这种思想 好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个延任环节就到这 整个课程呢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